及时新闻综合报导 西非的狮子山共和国蕴藏丰富钻石 既今年3月挖到一颗709克拉重的超大钻石原石后 又发现一颗高达476克拉的巨大钻石 专家指出这将成为世界上第29大的钻石 综合媒体报导 狮子山国家矿业局总局长汪黛伊 Sir One Day表示 在东部的科诺地区再度出土一颗巨钻 这颗钻石原石重达476克拉 汪黛伊说 这项最新发现标志着该地矿藏含量丰富强而有力的证据 今年3月同一个地区也挖出一颗709克拉重的超大钻石原石 这颗709克拉重的钻石被命名为和平钻石 是该国史上第二大颗的钻石原石 更是世界前二十大的钻石 为了血刷过去血钻石的污名 和平钻石在5月于国内公开拍卖 但仅喊价到780万美元 约二34亿台币 而刘彪预计12月初一试到纽约再度拍卖 狮子山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在1991年到2002年间爆发长达11年的内战 造成12万人死亡 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当时判军的资金就是仰赖着非法钻石交易 而那些非法钻石就被称为血钻石 其中协助判军无异工人采钻石 并走私贩卖的商人迪赛第二 Mitchell Dazzed Lower 于去年9月在比利时监狱中过世 内战结束后 狮子山致力于钻石交易透明化 盼拍卖钻石所获之收益 用来改善国内基础建设 包含饮用水 生活用电 教育 医疗卫生 道路交通等